现在经济这么差,失业率昨天就公布又再高了,去到7.2% 为什么还要批准巴士加价呢? 为什么还要在市民白上加根,在一个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 刚才潘少平议员都说了,国家现在是今年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 达到我们脱贫攻坚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香港现在还没有解决到我们的贫穷问题 而政府还要在这个时候要带头加价,批准巴士加价呢?